人生中有什么比来一场公路旅行更轻松的事呢 接着就有我带你走一趟 世界上最刺激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公路之旅 现在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一起出发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挪威的大西洋之路 在这条路上真的能切身体验到跨过山和大海的感觉 它就修筑在海边 一会儿通向天际 一会儿扎进海里 是不是有种过山车的感觉 这里的一切会让你置身于梦境中 随着海岸线的风景随风舞动 我们能看到它雄伟壮阔的西洋余晖 这好像是上天与人工完美契合的一副完美画卷 然而你所看到的一切却是它天使的面具 等到暴风雨一来 它很快变成了一场任何人都不愿经历的噩梦 汹涌的海浪拍击在摇晃的公路上 以不可思议的可怕力量冲击着岛屿 威胁着行驶在这条路上的来往车辆 无论是大海的起伏还是锅链的晃动 当你飞驰在这条公路上时 一定会让你心跳加速 肾上限速飙升 给予你无限刺激 尸骨之路 这条道路不仅路面危险 而且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令人惊骇 那就是俄罗斯的科雷马公路 它修建于1932年 直至1953年才建成 全程耗施21年 因严寒导致5万名修路工冻死 1.7万人被就地掩埋在永久冻土的路面之下 因而被冠以幽灵之路 死亡公路以及尸骨之路 这条路建设这么久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地处高纬度极寒地带 天气条件非常恶劣 到了冬天 气温最低可达到零下70摄氏度 地面全被冰雪覆盖着 过路的车辆很容易因为低温就熄火停住 危险度极高 时过境迁 如今这条公路的部分路段 还能看到人滚 斯泰尔维奥路 在意大利有一条与瑞士接壤的道路 非常惊险和陡峭 海拔高达2756米 在高处甚至可以看到 大部分沿山蜿蜒曲折的道路 迷人的同时 又让人感到恐惧 就是这样一条交通险道 却是世界上交通流量最高的公路之一 这里有惊为天人的82道弯 其中北侧的48道最为凶险 让人望而生畏 禀弃宁神 据说想要挑战这条公路是有要求的 一是驾驶员必须要有斯泰尔维奥路的行车经验 二是不允许大型房车进入 48个发卡弯让无数飘移爱好者 将这里作为飘移胜利 每一次压弯 每一个转折 都是各类飘移好手 炫技的绝佳场地 世界上有这么一条 极易令司机产生幻觉的公路 1000多公里仅10个弯道 其中一条直到长达146公里 1841年 欧洲探险家埃尔 为了证明自己 走过这条令人生味的路线 后来就以它的名字 被命名为埃尔公路 笔直平坦并被维护得很好 听上去并不像是绝命公路 但千万别被这假象给欺骗 这条1675公里长的狭长公路 穿越了澳大利亚最荒芜人烟的地区 这里只有少数的强盗 带雄 骆驼和带鼠出路 事实上 由于这条路如此笔直平坦 司机长途驾驶时 很难保持清静 这就导致这条路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撞车翻车事故 最孤独的高速公路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道尔顿高速公路 公路沿途经过北极台原 在路上的司机要遭受冰冷刺骨的天气 雪崩 以及大部分路段都没有手机信号和服务站 甚至有一段380公里的路段 除了积雪什么都没有 如果驾驶的车辆在这段路上出了故障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 英国广播公司 全球最危险道路的第一级 就在道尔顿公路中段的布鲁克斯山脚下拍摄 当时还接连遇到了五只北极雪 回程途中还遭遇冰露融化 导致车辆被困 被困地点曾在两个月前被洪水淹没长达11天 11辆车组成的拍摄组出去的时候 只有5辆车是完整的 印度的佐吉拉山口 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道路之一 它只不过是一条破烂不堪的单车道尼路 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地方 竟然有人称它为公路 它位于印度克什米尔地区 处于海拔约3528米处 而且没有任何护栏 平时路上还能看到附近居民放养的家畜 本来就很狭窄的公路 因为这些放养的家畜显得更加惊喜 羊群随时都有掉下山崖的危险 所以在这条路上掉头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等到牧羊人离开才能继续前进 法国的一条疯狂公路 格伊斯通道是伯瓦滨海连接到外岛的一条公路 全长4.2公里 这条路危险的原因在于 它一天只有几个小时开放 当这条路被海水封上的时候 过路者将无法通过 因为这条路的特殊性 每年还是有很多前来探险的人栽倒这上面 可能你走到路中间再看 前后已经都是海水了 是不是很绝望 如果有很多的车一起通过公路 前面有车突然出故障把路堵住了 这时 后面的司机会是一种什么表情呢 接着将我们的镜头移向国内 中国的锅量隧道 除了被称为世界最危险的十条路之一以外 它也是全球最奇特的18条公路之一 该隧道是由郭亮村13位村民 手工在山体遭避 历史五年才完成的 整条路全长1200多米 隧道开有30多个窗户 从窗户往下看便是万丈深渊 郭亮洞如今更是和万仙山一起 融入为4A级景区的一部分 像是我们熟知的电影 举起手来 就有一部分是在这里拍摄的 在郭亮洞的打造中 我们能看到当地人鱼躬移山的精神 中国第一条水上公路 古昭公路 眼前的这条路竟然在水面上 说是公路 倒不如说它是桥 这里是湖北的新山 大家都听说过 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吧 他的故乡就在这里 而这条水上公路 也可以称得上是公路中的绝世美人 路面宽12米 全长7.2公里 这条路刚开通就惊艳了自驾圈 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巨龙盘旋在翡翠般的山巒之间 现在 我们来到了天下第一公路奇观 天门山盘山公路 10公里99道弯 位于湖南的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内 又被称为通天大道 这条路的修建条件异常艰苦 耗18年才最终完工 在短短的10.77公里中 大道的海拔就从200米攀升到了1300米 巡山市而建的99道弯 犹如一条丝带 环绕在天门山周围 层层叠叠 荡气回肠 洽与国人对终极的追求相契合 被誉为全国盘山公路之首 由于路极峡 极险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这条公路禁止私家车行驶 所以 这条路我们打算放弃 不过好在 上面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神奇的公路 你是否想和三辆好友 一起驰骋在充满激情和梦幻的公路上 你最想试试其中的哪一条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下你的探论